今天我们继续做手工讲故事 忽然想起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事 画画的摩西奶奶 这个让全世界都家喻户晓的老太太 就在她一百岁的时候 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 一个年轻人说 因为父母的安排 她大学的时候学了医学 目前呢在医院有一份 稳定受人尊重的工作 可是她的理想呢 是想成为一名作家 她很犹豫要不要放弃 现在的一切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个年轻人很幸运 她不仅仅得到了摩西奶奶 牵笔灰心的鼓励 而且她真的成为了一名 优秀的作家 她就是渡边唇一 很多人认识渡边唇一 可能是从施乐园开始的 因为太有名气了 也因为里面有很多大胆的描写 我想那是我年轻的时候 给这本书的定义吧 在看施乐园时 已是人到中年 毫无例外的 婚外情的桥段 依然会让人脸红心跳 甚至抛开伦理道德 我们从潜意识里 甚至希望 久木和林子的爱情 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可是故事继续下去 你会发觉 心情却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幸福感也在 一点一点的消失 好像自己已经被 带入了一种情境 成为了第一人称的 男女主人公 细想之下 我发觉好像作者一直都在做细致的铺垫 伴随着一次次的欢愉 是越来越压抑的外部环境 来自于工作 生活 配偶 朋友 家人 等等的诸多不如意 好像人生的路 真就越走越窄 对现实世界也越来越绝望 以至于最后两个人演变成了一起赴死 才能得到精神上的永生 之所以二十岁和三十岁 在看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感受 甚至也不愿意再去非黑即白 站在道德的高点去评价 对于错好与坏 是因为曾经年轻的我们 也在一点点经历生活的磨练吧 比如人到中年 职场后浪的冲击 比如越来越没有存在感的婚姻生活 比如肩上越来越重的担子 生活确实没有如鸡汤文理所说的一样 充满了阳光 希望等等等等 再回到小说的结尾 或许不同的人会有更多的选择 我就忽然想起了一句话 假如时间可以重来一次 你会不会可以避开某个时间 某个地方 某个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